最新消息来看到的是马英九总统呢 在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在高雄的左营国家训练中心 对奥运的代表团进行了授旗仪式 目前最新情况赶快连接给记者张欣怡告诉大家 是的主播可以看到呢总统马英九是在19号的一大早呢 是南下了高雄左营的国训中心哦 是要来为奥运中华代表团队授旗哦 2012年的伦敦奥运呢是即将在27号就要开幕了 第一批奥运中华代表团呢是已经在18号上午出发了 选手们呢都抱持着平常心 由于英国最近的天气呢是不太稳定的 是希望能够先去适应环境哦 虽然这次呢参赛的人数是比上一届的北京奥运少了一大半 但中华队的夺牌重点项目跆拳道 举重跟射箭的夺牌机会仍然是相当的大 目标呢是锁定要来超越上一届的四面铜牌 而除了先前出发的四肢代表队外呢 主代表团队将会在22号上午是前往英国 海拳道代表队呢则会在8月初打击出征 希望呢能够为国争光 一样向前进行将镜头交还给鹏列主播 好我们谢谢心仪更多奥运的相关新闻 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台